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一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已经知道是男女 对已经知道男女 而且我们日子都算好 就那天就开刀 改名字呢 名字还没有名字还没取 现在目前叫做小罗 小罗 你喜欢女儿吧 我想女儿 男女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女儿就当然要喜欢了 多了一个穷人你想 对前世的恋人 前世的恋人 这是什么 充满甜蜜 我刚跟大家聊天 我就讲到自己经验 我就想听一下她的经验 因为我写作了 我写作写很多评论 骂人做骂又骂 然后我刚当父亲的时候 小孩出生之后 我有一年没办法写评论 因为我变得非常温柔 觉得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 所有人 都为了体贴 怜悯 同情理解 每次我想骂的时候 骂谁谁谁 骂罗大佑的时候 我也想 别人也有爸爸 别人也是人家的小孩 对对对 可以这样骂嘛 子义人子啊 所以我整年啊 整整一年没办法写 我失去了我的风力的部分 对 那我不晓得 对 大佑啊 你很多歌都是意义批判嘛 还有对于这个世界 意义深重的 对很多的观众 肩上背着担子的 现在 这个新生命快要到来的时候 对你的状态 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改变吗 肯定会有的啦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 刚刚加勒在讲就是说 那就温柔一点吧 有什么不好 对啊 温柔一点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一家 一家变三口了嘛 对不对 像二对一 两个女的对一个男的 那也 非常不可分 以前一对一的时候 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嘛 对不对 一票对一票 永远是百分之五十对 百分之另外五十 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两票对一票的时候 因为会有两票对一票的情况嘛 而且两个女的对一个男的 谢谢你 有没有 会有没有一点害怕 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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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这个会 这个会怕什么呢 那我以前干医生的嘛 对不对 对 那你以前是副上课的吗 我以前是放这个课 可是 实习的时候我接生过 起码有六七个 你接生过呀 我当然接生过 还有真是什么医生业啊 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接生的吗 但接生别人都就无所谓了 你接生对不对 接生的时候 紧期待什么都都很熟 香港生孩子是可以到 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人在医院实习的 对对对 人在医院实习 都熟 都熟 但是接生别人跟自己 这个真的没事过 所以我一直要到等到生下来 抱在手里那一刻 我才 同香港人讲的啦 钱要 钱赚别人钱要 戴到自己口袋 你们才赚数 对对对 抱到手上我才赚数 才确定是怎么回事 才确定他是 可是你能够预估 猜想 自己是什么样的父亲吗 我猜哈 冒犯你说 我猜你是有个 控制狂的父亲 Control freak 我不会 因为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平常去他家吃饭嘛 我觉得 哇 非常打点周到 什么时候上酒 像什么样的酒 吃什么呢 安排妥当 下指令这样子 我就想说 你有了小孩以后 一定更紧张嘛 家伟 我觉得我不会 我觉得我会 我会花很多的时间 我会花很多的力气 来告诉我自己 千万不要控制 千万不要宠 我会很下意识的告诉我自己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我看过太多父母 那包括我自己的家里 我哥哥我姐姐 太太宠 或是太被宠 我看过旁边太多例子 是宠小孩子 你会是个言父吗 我不见得会言 但是我 我会很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宠小孩子 千万不要控制小孩子 我会很严格的提醒自己 你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 千万不要宠小孩子 千万不要控制小孩子 宠就是控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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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整个方法去控制他 对对对对 自己同一个东西 那可 同一个东西 你觉得这会带来什么 后什么不好的结果 这你要操纵他嘛 你要操纵他嘛 你希望他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嘛 而不是 而不是顺其天性自由生长 当然当然 可是他强调了 教育本身是很 你还是会控制 可是那种不叫操纵他 是要让他有教养 是吧 你是希望把他往 一个好的价值观 拉边走 是吧 教育是很难的 我觉得一方面 就是教育其实有点欲情故重 就你其实要 你要 其实要 要让他走一条路 可是你要真心眼闭一紧 你 其实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可是你要真心眼闭一紧 你随时要 要让他知道 你随时知道他在干什么 可是你要 要你假装不知道 对 让他有自由的感觉 对 听说你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胎教了 是吧 从小到晚放你的音乐 给你 不是我的音乐 给你太太的肚皮听 我放莫扎特的音乐 今天要听陆港小镇 这个可以教教广大父母 我听过很多人讲 就说要给胎儿听莫扎特 怎么你也说莫扎特 为什么 有个东西叫莫扎特的效应 他们做一些科学的一些那种统计 发现莫扎特的一些音乐 他的双钢琴 比如说双钢琴演奏曲 那个双钢琴演奏曲 低大调 对于小孩子的那个聪明性 跟他的领悟力 是很有帮助的 有一些音乐 有世界上CD 别人的比如贝多芬什么 或者什么 没一下效果 贝多芬的东西太重了 人性太重 莫扎特的音乐 神性比较重一点 诶 神性比较重 是是是 像天籁之音 就听罗大教的歌来 一声出来 就把重子 重子立起来 哈哈 你声音 你声音 不抗议 对不抗议 像这样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这些奥运奏 有的再次披挂上阵 有的无缘奥运 为了五帆梦想 他们迎难而上 挑战极限 他们的坚持足以激励一代人 体谈老将们的奥运故事 完美与梦想徒刑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刚才大佑就讲 就说你们都不会有这个体会 58岁当爸爸 说感觉怎么叫是如梦出血 如梦出血 你不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吗 对啊 如梦出血 如梦出血 58岁当父亲 我有共鸣啊 我在想我今年四十九嘛 我在想我58岁那一年会当爷爷 会当外祖父 他们讲啊 就是因为我也有些朋友 他这倒不是58岁 对于60多岁了 甚至是60多岁 娶了个20多岁的都有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论 但他们理论就讲啊 说我跟你们说呀 这个20岁的年轻人啊 他不懂得享受爱情的 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是吗 他说因为你知道 他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你也能够有闲暇 有经验 有能力 能够去珍惜他 去怎么样 包括说是 甚至有60多岁当爸爸的 说是比这个三四十岁的时候啊 会更好 你觉得是吗 我倒是有个经验 第一个 现在旁边给我的所有的 这种建言的人 都是非常成熟的意见 这个倒是真的 这肯定要比三十岁当父亲的人 当母亲的人 那个给的意见当然肯定成熟的多 都是非常好的意见 而且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出来的意见 千锤百炼 对 有妈妈的 那都不能这样推 我总是赞成熟 你会带 你会照顾孩子 很细致的照顾孩子吗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 我觉得你们台湾 也不是像你们台湾人 很多台湾父亲的 实际他是什么 孩子对他来讲啊 真的是只有好 没有不好 因为你看他说你看 他就跟是个玩具一样 别的都是妈妈管 这些衣食住行是妈妈管 爸爸就是高兴了 哎呀玩玩玩玩 好有十分钟 其实就玩不下去了 哎呦我要看书了 我看你这样 书一样不一样 他你说的那些台湾人啊 比方说像李宗盛 他生了一堆嘛 李宗盛也了不起 他哪有时间去管那些 现在大肉是一个嘛 李宗盛是当妈妈 你知道吗 他自己给他的 孩子做饭的干嘛的 整个体验了 就没多少年呢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啊 我不知道 不是保姆 就是不是保姆型的 这个假如可以相似好 譬如说谈乐器一样 你这很像 你这是一个 physical context 是一个很实质的肉体上接触 你感觉到他有那种接触乐趣的话 那就很棒了 你有期待你小孩 以后要做什么吗 同样来创作音乐吗 不会啊 我觉得一个小孩朋友 到世界上来 你就不要 你越少去想说 他一定要做什么的话 那个东西越好 因为这个 假如说你一定要他干嘛的话 或者有一个想象的话 那个东西就已经表示说 你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概念 那么对他会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现在为止 你看都 剩下一个半页 我都还没去想说 他名字应该叫什么 小罗 这个孩子是计划生育呢 还是意外的这个接近 计划有计划 07年08年就开始想 好像可以有一个小朋友了 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 你这个你倒可以分享一下 那就说明你是等于说 在四五十岁以前 很多年龄 你都是不想要孩子的 对我到五十三四岁左右 我倒还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想要有个小孩子 对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会突然让你 是你抗拒这个事情吗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不太不快乐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看到世界 又是什么天灾人祸 你看嘛 对不对SARS嘛 你看911嘛 对不对 你看台湾又有什么921大地震嘛 对不对 你给我看 又看什么东南海啊 海啸一下就死了 至少三十万人嘛 对不对 你看乱七八糟 怎么咱们俩很相同 我觉得这是一种神经病 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也有这种 原来有这种 我为什么问你 我说有点怕 好些 我就会觉得 你有什么权利 要把一个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你也没有把握 他会在这过得好 还是过得不好 说不定这个世界很糟糕 说不定他的一生很糟糕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会有这种 可是他又有情况又相反 他的结论是相反 你是怕 你是不要一个生命来 他是怕 就赶快做一个生命 我想改变自己 我想改变 改变我自己的生命 救赎 救赎自己 对 救赎自己 对 我想改变这个生命 我想改变这整个世界的感觉 但我还在想说 今年2012年吧 今年2012年 大家很多人在想 世界末日啊 那我这个baby 诞生了 会诞生啊 今年看 已经过了一半了 他破解魔咒 还没有世界末日啊 竟然有个小朋友诞生 那这不是不错吗 生命万岁 对 他身上有我的基因啊 那应该 那还蛮天真无邪的啊 应该在我中会 会天真无邪啊 对啊 血也会无限希望啊 而且充满 充满喜悦 我猜他这个 因为你创作音乐嘛 我认识大幼的太太啊 也是那个也很有音乐天分啊 会跳舞 对吧 然后以后小孩一定也会很有音乐 音乐天分 而且得来不易嘛 不敢讲 他起码会有一些跳动 或是旋律感啊 什么东西 我看这个八卦上讲说 你这个有了孩子 然后才公布说 你们是密婚 什么叫密 就是说 结婚是不 不不不 我们其实是是是 plan过 是想说 哦那假如说要给小孩子的话 应该是在GLC有个结婚证书嘛 嗯嗯 我们就去巴黎岛去去去去去结婚的嘛 啊 你们是不是结婚就是为了要孩子 对对对对 就是啊 对对 而且你看我 你们密不密 结婚就结婚 对对对 但是八卦希望你很密 所以写写出来的 他经纪人说 两人已于两年前密婚 我觉得你一次就听说密月 没听说密婚 哎 我是记得你知道有一张照片 嗯 在我的手机里 我留了一年 我也不知道今天你要来 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时在三联生活周开上 看到他们访问你 有张照片 我觉得他的表情很有意思 我就用手机拍 一直留在我手机 你可以看一看 你看 哎呦 对对对 我当时觉得 我说他是依然愤怒呢 还是依然颓堂的 依然沮丧的 腿堂愤怒又沮丧 对对对 有点像杨锦铃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这一张照片 因为我其实坐得不是太舒服 你看到我 右右手 那边其实 腰没有垫得很好 那么摄影师一直跟我讲说 哎你要坐好一点 坐好一点 所以那个其实 坐姿 坐姿是不舒服 原来是沙发不舒服 对 沙发不舒服 对 其实他 那时候 我感觉非常不好 非常生气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个是哎 你知道有一句成语吗 就是叫绝处风生 绝处风生 对 就是说一个生命来了 其实他在来之前啊 这个人呢 是陷入一个中年危机也好 或者说陷入一个自我崩溃的一个 对 绝境 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 就是 所以有人形容这种现象的绝处风生 对 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对 而且最主要还要努力嘛 我说刚刚大佑也说 计划了好几年 五年了 那一阵子啊 我去他家 哎 看到他太太开门 我说大佑呢 原来在做福地挺身 对 两人两个刚才一起来 没有他自己 他太太来开门 那大佑在旁边福地挺身 好了 然后吃饭了 哎 怎么整桌都是高蛋白的 的菜 高蛋白啊 高蛋白啊 什么 那是鱼 鱼暖啊 对 所有高蛋白的 这样 那已经是在计划了 是吧 也还有 几乎也在当爸爸 已经是在计划了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听着起吹毛球词 受得了反复检验 还得具备压倒性口碑 符合以上三大要素 才能在这个时段再次亮相 顿黄金选 顿黄精选 星期六 顿黄卫视中文台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九 这个人工受精啊 嘉惠研究多年了 是吧 就是 有人说是成活率很低 也有人说呢 有时候一弄 能弄出好几个 就是因为他需要做 可能好几个受精乱 你的这个是 说一次成功 对 我们算是比较幸运一点 还算是 我觉得也算是 品质还不错 质量还不错 所以一次是成功 因为浓度够高啊 我研究过 我听说医生是这样 把男的东西跟女的东西 每人四管婴儿嘛 就两根四管嘛 然后用这个条根 把一个弄出来 把一边女的也弄出来 放进一个杯子里面 搅一下 还是 好像是这样 然后回家学 不是 早餐你还学你 人工受精 那当然是 当时教育医生 他们自己 就是取sample出来 他们自己在 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弄出了 基本上是冷藏 冷藏 选择这种办法 会不会有什么犹豫的 像我们是不是有些 不开化的人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科技啊 哦 这个其实六零年代已经发生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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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就 就 发明实验好了 那 那个大特来得到诺贝尔奖嘛 对 对这个事情 对 其实造福无数 因为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焦虑 各方面 其实那个 整个新的受益率蛮低的 对 现在做 做IBF的人越来越多 是是是 那当医生来告诉你 说 诺先生 成功了 可以了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计划了 计划了好久了 对 是蛮开心的 是蛮开心的 你当然是经过一道手续了 基本上还是自己的小孩子嘛 嗯嗯嗯嗯 然后呢 就是再把这个 直直直直直直回母体 再一样怀态实验 对 这个哎呦 对 所以 所以你在想说 你不会希望说 计划小孩 以后搞音乐 你目前也没有计划 上替小孩写一些歌吗 我其实蛮期待的 因为我们听你的情歌啊 啊 来 谈恋爱 是 现在当父亲了 很希望也听你 写一些 作为父亲 有有有感觉 有感觉了 其实有一两首歌 已经在动 是就比如等待 等待是小罗 已经有这样的歌 在歌出现 对 我看有的网友 已经希望你写这个恋曲 二零一二 二一零零 现在有一首歌 叫恋曲二一零零 二一零零 二一零零 哎 你现在就是 觉得一个孩子的到来啊 好像给自己的整个状态 是个转 人也不在悲观 是不是 完全改变 对 因为你有个期待的 在这边 哇 我这生命真的要延续 因为以前就觉得 因为像我哥哥 我姐姐他们就有自己的 自己的家庭了嘛 我就觉得 我父母可以不要期待我这边 所以我以前就写歌就行了嘛 对 以前就觉得自己写歌就算是一种 一种创作的延续 啊 我这边也需要 也有这个 好吧 那就继续延续下去 就不能一个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使命 继续下去了 一方面有一个就蛮开心的 啊 也需要做这个事情 也觉得哇 自己这个生殖系统也管用了 原来以为不管用了 对 原来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去管用嘛 也管用了 好吧 那就 好吧 那是对自己的重新发现 对对 而且而且不及管用嘛 你你论相应该存下了一大瓶的嘛 还可以继续做几个 对对 这招是这么好使 你以后还准备要吗 就就是 那就就从此开发 努力开发这个业务吧 你还想要啊 对 不知道了 这个 所以我是要等到生下来 抱在手里 第一个产品 对 说不定一个就负荷不了 是吧 不知道 哎呦 虽然你连哭起来 怎么怎么样去就哄了 都不知道啊 而且你是一个这么敏感的 又是一个完全情绪性 甚至有点神经质的 有的时候这样的人啊 对 那么一个孩子 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 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就我就说这这这小家伙 我肯定会改变我一辈子的嘛 下半生肯定一辈子 对刚刚大家有讲到你写了等待嘛 等待小伙出来 还有一首歌啊 他这一次演唱会 他写 特地用我名字写了一首歌 叫什么 这是我自己唯一的 叫加 加 马家辉的加 哎呦 开始写加了 加是送给香港的 是吧 其实以前写过 我的第三张唱片 那个唱片就叫加 那里面有两首歌 一个叫加 一 加二 加一 跟加二 这样 一个因为我们人一辈子会有两个家嘛 那个时候想 一个是把我们生下来的那个家 对 一个是你创造的那个家嘛 结果后来写一写 我写 我出了这张家这张唱片 我就离开台湾了 就离开台湾了 就是1984年的十月 出了一张唱片 我1985年的三月 我就离开台湾了 你为什么漂泊各地啊 最后也没有在台湾 也没有在大陆 反而选择了一个殖民地 叫做香港 没错没错 对 对对 对对 对不对 对 很奇怪哦 所以现在 李东盛啊 什么的 他们在北京啊 也有的是在台北 有的在上海 对 哎 我现在微问你啊 我19 我是1987年 4月1号到了香港 那时候还是殖民地 你知道从那个 那是 那是搬到香港 香港我记得是美福青春的 第五期的酒 第五期的 第五栋的 第五栋的酒壁 酒壁 没有 从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为止 我搬了几次家 对吧 我搬了19次家 哦 在香港吗 对 到到香港 然后会搬回台北 又搬到纽约 再搬到台北 再搬到北京 再搬到上海 又搬回香港 每一次都是被女人 赶出门 对 好不容易 终于 有时候有女人 有时候没有女人 对到处来跑 以后我看你啊 罗大佑也被你女儿 赶出门 你女儿长大 对对 那为什么是 是在找感觉吗 到处 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很 很主动 有时候被动 但是我觉得就是 整个环境 告诉你说你不能呆了 你得走了 我说是 我说自己告诉我说 不能呆了 你得走了